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海南红花梨做人物雕刻还是非常少的 一般来说,人物雕刻主要是佛像 达摩,尼勒,观音,石家摩尼等等 还有一些其他题材的,比如说观光等人物雕刻 市场上大部分的产品都是手串,板文件,茶壶和其他的随形雕刻 有些料也并不是说不能做人物雕刻 只是说很难把它做好,成为一件非常经典的作品 在这些佛像雕刻里,达摩,弥勒,观公更为常见 观音相对少见 今天我们就一起聊一聊海南红花梨为什么不那么适合做观音雕像 大家都知道,海南红花梨以精美的纹理闻名于世 而大家印象中的观音相是非常干净的 请海南红花梨观音相的朋友往往受到这样的困扰 他又喜欢漂亮的海黄料,又希望海黄观音雕件脸部不花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件作品 为了能做一件比较大的观音雕像 我也是等了这个料很久 我们先从料上来看 这块是海南红花梨的游里料 密度很高,沉水 买这个料的时候也担心会不会有毛孔 如果有毛孔的话,雕出来的作品质感就非常差了 好在这块料子非常细腻 打磨后,荧光也很漂亮 我们再看看脸部 由于这个料子是一个年份非常久的老游里 所以它整体的成画都是很好的 料子颜色很均匀,包括脸部 虽然有难以避免的纹理 但是整体看起来观音的开脸是非常干净的 我把它拿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件作品是由宁波氏工艺美术大师王吉一老师雕刻的 王吉一老师自幼是在寺庙中学习佛像雕刻的 所以在佛像雕刻方面的造诣非常高 各种佛像的雕刻,包括其他人物,开脸都是非常的细致和到位 在海南红花梨的人物雕刻中也算数一数二的雕刻师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件观音作品的开脸是非常慈祥和柔美的 形态也是很自然的 观音手持一串佛珠 可以称之为持珠观音 或者是手珠观音 整个作品在打磨之后 非常的油润 质感很细腻,很高级 我们再看一下底部 非常典型的紫油梨的特征 我们家有一个特点 就是喜欢保留雕刻最底下的一块平面 不做打磨和上蜡 可以让大家欣赏到海黄原本的样子 这件作品在海南红花梨观音中属于比较大的了 尤其是在紫油梨老料中属于比较大的 原料有10.8斤 现在做完之后还剩6斤4两 它的高度有46厘米 底座从这边到这边是宽30厘米 另外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还特意保留了底下一块没有做处理 保留了这块海黄料的圆皮 这样就会有光面和哑光面的对比 打磨和不打磨的对比 整个人物造型就显得更加立体 层次感更好 好了朋友们 这一期为大家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下一期再见吧